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77年底吧 国家军有一系列的实验剧展 然后其中一个是叫做 今晚菜色如何娘子 那应该是我大善的学长去当一个灯光执行 那结果他临时有事 那我就跟另外的同学就去代班 然后就因此认识梁志愿 隔了大概一个月快过年了 然后就梁志愿打来问 我上月份有一个系 那我们还去舞台监督要不要来做 那那个系是《淡水小镇》的第一版 然后就这样开始 我觉得我进果陀的这个机缘真的很妙 我要真的感谢两位恩人 一个当然就是梁岛 一个其实是王博森 因为其实我进果陀第一出系 是一个小型的戏在实验剧场演出 然后那个时候导演是王博森 这出系演完之后 我也就刚好大学毕业 然后进入了我人生的第一份上班族的日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 让我其实真的非常痛苦 因为不是我喜欢的工作 所以我上了两个月之后 我真的正在自己水深火热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我去看了《大鼻子行程喜哈诺》 遇到梁岛坐在观众席 然后戏结束之后 他就很热情的问我说 最近在干嘛 我说我在上班 可是我不想上 他说那我现在出系有个角色蛮适合你的 你要不要来 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啊 他说那你辞职吗 我说对你确定找我 我确定辞职 于是我非常感谢梁岛很守信用的 我真的辞职了 然后他也很守信用的 真的找了我演了那个 《完全幸福手册》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几乎每一档合作 大概有快十年这么久 那我跟《狗卓》的第一出系是1995年的《西阿诺》 我印象中我是接到杨志明的电话打给我说 好像演出快近了 但是灯光设计好像跑掉了这样 我印象到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要接一个歌舞剧这样 那是非常大的一出戏 那也很开心 因为之前都不太有机会做到《果头》的戏 那从那一年那个戏开始之后 我大概就一路开始做 跟梁志明一起合作做一系列的歌舞剧这样 这三十年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成长是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作品上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一开始到最近的那个不一样 那从那个作品里面 你再回头去看舞台上的演出 你会发现《果头》做的戏也跟以前不断不断的在改变 在演出的精致度 在表演的精致度 在production quality的这个精致度上 我觉得我们是越来越容易去掌握这个事情 在台湾这样的庄台时间 只有一个礼拜庄台去做一出歌舞剧 我们还可以在彩排结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最大最大的成长 我以前在开始做电脑灯的时候 跟舞蹈的编舞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灯为什么要动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跟志明工作 志明会说灯可以怎么动 他还会配合我 然后我说的他 我们还会讨论这个可以怎么样 这个可以怎么样 这个是我跟他工作上最最最最最开心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想做的事情我们的气图 design 的那个气图 可以被这个导演深刻的思考进去 然后放到他的作品里面 这个是任何一个灯光设计的工作上最最最大的开心 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工作 其实都是大家在成就我们 你知道有时候灯光他虽然他没有声音 可是他的语言就是存在在舞台上 有时候你站在台上 你感受到那个灯光的氛围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会立即上来的 这真的不夸张 导演是灵魂没有错 可是我们进了剧场之后 上了台之后 五间才是灵魂 你如果摳错了导演也救不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cue就是等着你 用五间最好的sense 在最最及时的那一秒钟 那半拍里面把那个灯光叫出来 把音效扣出来 把什么叫出来 这都要靠谜 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设计老师跟五间 因为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工作 然后他们很用功的 很有sense的去完成这些戏感 然后才有办法让演员在台上更好 我印象中我果托总共有五版 其实当然不止五版 但是我怪音纳称五版而已 五版里面我做了四版 然后那一版我觉得是比较一个 解构主义吧 我用解构主义来说 因为它都是一块一块一块 拆得很碎这样 为什么跟以前的灯光 就是有点不一样 就那个家没有家的感觉 有一个幻景 然后有两个crew在左舞台就睡着了 然后结果右舞台换完 左舞台就 这当音量 那边还是 还没有幻景 然后就哇 这个音效很深刻 这个音效很深刻 其实这个戏对我来讲还蛮特别 其实我演过的第一版的淡水小镇 我是先演爱妈妈 我要自己把那个心态慢慢的从妈妈 挑回到女儿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比较难的 我非常非常爱这个戏 然后这个戏 我只记得我那天每天哭到眼睛肿 就是每一场都是真哭 而且大哭 就是哭到停不下来这样 因为我每次只要一听到那个台词 然后谢谢你什么生命呼吸什么 就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可是你到了那一刻 你是那么的珍惜 而且现在讲起来还是很感动 是因为自己又经历过了 结婚这个阶段 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很好 就是在于你在每个阶段看 每个阶段眼里一定都会有很 很不一样的感触 对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 那个戏没有用电脑灯 可是她音乐性很强 因为她有蔡杰 她有包比达的音乐这样 那个音乐的力量 在那个时刻 那个音乐进来 其实她把整个舞台上 不管是演员的情绪 不管是舞台上的energy 舞台上的能量 全部都拉出来 其实我很喜欢 包比达在那段 那个戏里面所放的那些音乐的曲子 就是她回到人间的那 那个场景她用的那个曲子 非常非常好听 我自己在创作上 开始碰到想不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尝试哭街的时候 我就会去听那一段音乐 她很能够给我力量 那我们就从黎明前开始 你还记不记得 在你十岁生日之前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半夜的雨声 滴滴答答的 打到屋檐上 有点吵人 又像是温柔的催眠曲 日出前 雨停了 太阳 慢慢的升起来了 煩柔把那捏 我第一次做音乐剧的舞台监督 同样也是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我那时候只有一台15吨的卡车 就把五台东西载完了 然后到了天使不夜城 突然变成五台15吨的卡车 突然间我们技术需要多很多时间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 还是那些时间 就变成我们压力很大 吃饭大概都吃个20分钟30分钟 然后马上就继续做 不能再来不及 我妈妈是1997年 那是我做的第一出果陀有电脑灯的歌舞剧 张宇森写的音乐是摇滚风格 所以他的音乐的力量很大 所以我记得我花很多时间 在做一个张力很大的一个灯光 然后Energy很强烈的一个灯光 所以在灯光的风格上 他很多的动作 然后很多的pattern的组合 然后有很多的那个闪光的那个stroke 然后有很多ending拍 就是一个大量的画面 那我的老师聂光颜的老师 来看戏 恭恭敬敬的走到舞台上 老师怎么样这样 老师就说 全副太花翘了这样 我就记得这句话 太花翘了这样 天子不月城 其实我们花很多的力气 整个创作组在花很多力气 在试图跟Bullway一样这样 所以Bullway它的舞台的移动 布景的移动 全部都是所谓的自动化 所以面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梁志明有讨论就是说 我想办法让所有的灯光 在这个转场中都发生效用 所以我是让画面不停歇 让情绪不间断 戏不断 情绪不乱 天子有很多地方 我用电脑灯的动作 去结合舞蹈的动作 像有一段 是他们所有的女生在 就是蔡琪要准备去结婚 然后他们在所有人在台上 做一个旋转的动作 因为都穿洋装 所以转起来之后 那个裙子就很漂亮 像一个圆圈圆圈这样 我用所有的电脑灯开始rotate 所以在他们一开始转的时候 电脑灯开始rotate 然后缩小变暗 就比较不同于文娥巴娜娜的 那么张力那么大 而是在更多心思跟细节 在演员的动作 在布景的移动 在焦点的移动点 这些事情上面 在我所演歌舞剧 我从一开始很兴奋 到回来真的很忐忑 那因为从小好歹我也是念合唱班 也学过什么迷思舞蹈 芭蕾舞 小女生都学过这些 所以那时候听说 歌舞剧啊好高兴喔 又可以唱又可以跳 又可以演 你知道正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就开始错了 你知道在KDP会唱歌 跟在舞台上唱歌 是两码子的事情 你真的到 你真的会发现 天哪 我怎么可以唱歌这么难听啊 我第一次承认我自己唱歌 很不好听 就是在滚滚巴娜娜娜的时候 因为我有solo 我那时候紧张到 我想完蛋完蛋 你看我pitch不够准 然后我音不够高 然后音色不够漂亮 什么样 你还要配合动作 还要演戏还有舞蹈 就整个人很慌乱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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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歌 我唱歌 刺繡 從早到晚到古老的藥室 我不敢為他爸媽的意思 因為我有的溫柔和尋的名字 到了天使服業程的時候要跳的是什麼 倫巴 森巴 什麼什麼巴 一大堆國標舞聽都沒聽過 跳也沒跳過的 然後每天是在那邊排舞 甚至一開始的第一個月都只是練最基本的舞步 還沒有動作 就只是那個國標舞的腳步而已 就可以練一個月 然後其實現在想起來很懷念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為了一齣戲 可能所有的人員整整排滿三四個月的那個年代 很珍惜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向心率是很夠的 大家會知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錯 你一個舞步出了錯 你一個音沒有唱好 就是會毀了這齣戲 所以就是大家會非常認真的一起做好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想到我在果陀 演最多的就是忌 到底為什麼 而且都是紅牌 我應該高興嗎 表示我的外型驕傲是嗎 十幾年前 當然隨著年紀的增長 我希望可以更接觸一些內斂的角色 可以有更深刻的人性描寫的角色 就這樣 今年在演《文牌娜娜娜》 其實這個戲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那個戲是我做過的所有的果酌劇作品裡面 所有的PODACHI裡面 唯一的一個 我是跟那個戲從首演一直巡迴到結束 每一場我都跟著 應該是在巡迴這種辦法 應該是在巡迴在台中場的時候 後台就跑一個舞台人員 跑進那個控制的地方說 傑克老師 應該剛剛不見了這樣 斷了 諾爺說 Auto Run Auto Run 喔 懂了 就Auto Run 所以那一個演出 那一場我記得很深刻 是那麼複雜的音樂 現場的Live Band 然後舞台的那些東西 然後我們跟後台是不通的 然後我是自己看著舞台 來把那整個秀的燈光給走完 在我目前台灣合作過的團體裡面 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說 我永遠折服的是 果酌的PODACHI schedule是標準的 它永遠是在 八到六到八個禮拜 至少六到八個月之前 開始談設計 所以我做果酌是非常開心的是 我知道我有很長的時間 像是阿諾講的 我有很長的時間去準備 去醞釀去成長 然後去把那個想法想出來 這個是我覺得果酌 最讓我最讓我喜歡的地方 這幾年了 都很多機會去中國大陸工作 當然是從事劇場的事情 2011年的時候 就是大概是我們的1990年代 1990年代的時候 他們的劇場 跟我們那個時候的劇場差不多 才過五六年了 他們現在劇場的硬體 已經是超過我們現在了 但是我們現在贏了 就是我還是 因為我們的相關科系很多 訓練出來的學生很多 然後這些學生又願意去 從事這些技術工作 所以相對的我們這些人員的 限時是很高的 有一個基本的水平在 那個目標是一樣的 只是我簡單講 就是我希望果酌上怪上市 對因為如果我們上怪上市 肯定就會做到很多事情 我非常記得 我進果酌之後沒多久 果酌就 創造了他們現在的slogan 就是今晚你想看什麼好戲 我就記得梁島說一句 他希望每天都有戲演 然後看你今天想看哪一齣 你就想看哪一齣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美好的 願景跟畫面 加上你又是一個這麼有 創作力的劇團 不要放棄這個想法 就是你一點一滴的去 去把它累積起來 大戲小戲 只要是好戲 我相信都會有人願意進來 慢慢培養這一些 然後真的有一天可以達到 每天都有戲看 而且是好戲 這樣 好戲 感谢观看